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otlin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空安全处理 NOW 各种语言中都有空 Cotlin也不例外 但是Cotlin它其实是空安全的语言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般的对象的实例 是不允许为空 但是它又给咱们提供一种 允许为空的机制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它的knowhow 好 咱们看一下知识点 D是空 NOW 这个内容语言都是一样 好 接下来 其实也不一样 VB中叫nothing 对吧 叫empty 还是不一样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咱们要想给某对象附上空 该怎么办 这有一个空允许符号问号 换句话说 我想让这对象就说可以为空 那怎么办呢 一般写是不行的 要加个问号 一会怎么加 会看到 接下来 就说如果这个对象为空 编译时会报错 但是我想又不让它报错 很矛盾的一个操作 怎么办 它既然还唯恐 你还要不要判断它 不让它报错 该怎么办 就要加上一个 就是什么 两个惊叹号 就能够实现 怎么做 马上看例子 这是点比较简单 对吧 空安全的语言 我是比较喜欢 看啊 咱们首先定义一个name 行吗 字符串行 这是最普通的定义字符串变量的方式了 但是注意看 我这写什么 编译报错 因为它是空安全特性 所以大家请看 我下面 我是这个是给屏蔽起来了 如果我打开呢 那么它会在编译时就报错 都不等到运行时 空安全嘛 对吧 所以说 呃 扣特点确实是不错 一会咱们看啊 接下来 呃 我允许为空 可以吧 刚才是name 现在不是了 title 标题 呃 然后我怎么做 撕春号码 跟一个问号 大家请看 这就行了 这样的话 我的这个 看我下面这个代码 这title呢 就可以等于空 而且编译时呢 就不报错 这个定书写的不好啊 这就编译时错 不是这 是这 是下面这行 好 那咱们接下来 把下看啊 呃 咱们定一个title 允许为空 然后呢 我给它一个 租串 它是不为空嘛 让我这判断 呃 它是不是不为空 如果不为空呢 就输出咱们的title 标题 没问题吧 然后呢 我这再取到一个 咱们标题的长度 也没有问题 然后输出 这个标题有几个长 几个字节长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 你这不是一个 允许为空的变量 对不对 那我就把它为空 这没问题吧 这不报错啊 但是 注意看 我下面这个写法 就报错了 如果我要是不把这个 屏蔽关上了 打开的话 它就报错 为什么 这个对象是空 对吧 我空点lens 怎么办 不行啊 空怎么会有长度呢 所以这地方呢 它会编译报错 非常好嘛 这门语言 那么你怎么办呢 我只能把它屏蔽起来 它就不报错了 有朋友说 我就想让它报错 不是 我就想让它没空 同时我还想运行 怎么办 就是咱们刚才讲的 这第三个知识点嘛 跳过编译时的空检测 这地方 它编译时给人做空检测了 对不对 到底是空 title是空 就不让咱再往下做了 编译出错 怎么跳过空检测了呢 就在这个title后面 加两个惊叹号 这个写法 我是一次没用过 为什么 因为我一般都不喜欢 变两位空啊 这不是 这是另外话题了 就说 这个title本身 虽然为空 但是我加上两个惊叹号 不在编译时 做空检测 而在运行时 我做空的处理 就是说 加两个叹号呢 它就不会再报错了 如果不加 这样写 它就会编译出错 编译出错 我认为是好的语言啊 你不出错的话 都依赖运行时 反而让咱们 真的到生产环境中 再出错的话 给咱们添麻烦嘛 对不对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代码 马上运行啊 Let's go 好 张过来啊 应该是没有错误 OK Go 来 咱们出来了 看啊 首先说 我有个name 没问题吧 然后我把这个name打开 大家注意看 注意看 立刻就红了嘛 说什么 说这个地方 不能定义为空 编译都过不去 所以说 我还得把它屏蔽起来 好 接下来咱们再定义一个 允许唯空的title 然后附上一个值 我的文章1 然后这判断 是不是不唯空 不唯空的打印出来 我的文章1 大家请看就这地方 出了吧 没问题 接下来咱们取一下 文章的长度 然后呢 打印出来 length is多长 五个字符 没问题吧 五个字符 数 我的文章1 五个吧 OK 再往下啊 再往下就不行了 我把这title干什么 变成空了 变成空之后 咱们看啊 这行是不是 报错 哎 怎么样 它在编译时 就知道 现在title已经是空 当然要报错 刚才这个地方 我title了 不是空 对吧 所以说 我title了 their length 是不报错的 但是 我这复完空之后 我再做 their length 就报错了 说明什么 说明它在编译时 会相动态 给咱们解释一下 这个语言 发现 哦 这是为空了 那么你想用空的里面的属性 就不行 哎 这个 我觉得空安全 真的是非常好啊 它让咱们避免了很多 在咱们这个运行时 要出现错误 在编译时就出现 这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那现在下面就不完美了 我编译时 我不想让你给我判断空 多此一举 那怎么办 哎 大家请看 我加上两个惊叹号 编译就过了吧 编译时过了 但是大家请看 运行时就抛例外了 对吧 空指针嘛 这不写着了吗 空指针 错了 所以说 这个写法 我几乎没写过啊 这叫什么 自找麻烦 你是允许为空 你还跳空检测 我天哪 反正 这是咱们这个编码中 要避免的问题啊 好 今天就给您讲解了一下 这个Kotlin的空安全 反正我是非常喜欢这个机制 为什么 您不用说是去 特别的要判断为空 只要咱们社长不为空 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好 今天的代码呢 应该不是很难 我估计您呢 应该能够听明白 然后呢 我希望您能够手动敲一下 然后实际去跑一下 不像我帮帮帮去粘贴 其实我粘贴是因为 我这些代码 都是我自个手动敲的啊 我不可能从哪儿拷贝过来 对不对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速度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心中国的福气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优酷等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进行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